大家好,我是蓝蓝 穿过这个胡同就到地铁站了 就在这个胡同口有一个四合院 那天他没关门 我一看是私人家的宅子 私人住宅,禁止参观 前面背包那人就是从那四合院出来的 我看年龄挺大的 可能我估计是对外出租的 将来这一片盖好了 就是办公啊什么的 那闺女比爸高多少 还拉着手,你看这好的人家 私父啊 我们送闺女上车站 还有座哦,闺女 拜拜 我回到楼房啊 我们晚上吃了小龙猫 喝了粥 然后吃完饭聊了会天 商量了一下过节哈 就买礼物啊什么的 然后再商量了一下怎么安排 后来老大回家了嘛 我跟他爸也给送到车站 然后我们俩人溜了个弯 我就回来了 老张又接着溜去了 有人说啊,有人说哈 给我私信啊,因为每天我几乎都能收到私信 都是喜欢我的粉丝哈 就会跟我,有的时候我看不到 因为平台会自动屏蔽 但如果我看到的话 我一般都会回 有可能我会几天以后才能看到 就是忙也加上 今天我注意浏览了一下私信哈 就有一个朋友 有留的好长好长的话呀 而且他 留了好多,就是好多条都不是在一天 我居然以前都没有发现 没注意 因为留言比较多 而我今天一看哈 哎呀,我说人家,我也没理人家 人还坚持给我发私信啊 我觉得真是挺,挺不合适的 他就是,他就是劝我 他说,来了你那个 跟张哥好好过日子啊什么的 然后就说,说你看你呢 今天呢跟张哥吵架了 明天也跟张哥好了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呢 你这个真真假假叙叙实实的 就有人就觉得你像是在演戏似的 因为我也发现了 老友留言就说我是在演戏什么的 都不敢相信我 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就神神叨叨的,都不知道啊 就弄得大家都跟着五迷三道的 反正呢,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然后也有人老说你改一改 你改一改,你脾气什么呢 我也想改,他改不了 是吧,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样子 他改了就不是我了 我呢,就一般跟 我们夫妻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要不先跟他说话 不跟他低头 他是肯定不理我的 就是他,他是那种特别典型的 北方那种大男子主义 就即便他错了 他也不会认错 他从来不会认错 我呢,就错不错的 哎,人跟错能怎么着啊 我就觉得,是吧 你说你看着我生气 我看着你生气 俩人又天天面对 这凹气,饭也吃不好 是吧,然后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所以我都会主动去化解 除非我们俩不在一块儿 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我在那边住 他在这边 那我就没有必要善感的 还得跟你这个大的 但你要天天每天见面 我就觉得 反正我最长的一次就是也是这次 我就很智的一次 二十多年了 我自己我长口志气 我不理他 我好像有坚持了二十天 但最后我还是没坚持住 还是我先跟他说话了 因为太尴尬了 尤其是孩子 是吧 还有姑爷 男朋友 干嘛呢这 所以我就先低头 对吧 我错了 行了吧 其实准是我错了嘛 哎,这就是 胸怀吧 只能说咱们是吧 胸怀比较大 那你说我演戏 我演的怎么样 给打个分 至于这个 有人说 为了流量挣钱 你看看那些 几十万的大网红 是吧 比我粉丝多的 都断更 平更 为什么 不挣钱了 现在 红利期已经过去了 都直播带货了 知道吗 现在直播带货 整天 你没看到年轻的老的 七十多的 八十多的 我看那还带货呢 我一打开就过 是吧 就过来了 还有孩子那娃娃说呢 天天的一说说 一天 什么的上午一场 下午晚上一场 就那么着 为什么呀 就是钱的诱惑嘛 是吧 那我 我呢 怎么说呢 也是 大家说实话 你说平台不给钱 谁干呀 不是也是为了 可以挣点钱吗 就是猫走猫道 鼠走鼠道 是不是 有人喜欢看一视频 你不发呢 大家还老催你 来了 赶紧呢 发视频啊 这等着看呢 每天 所以呢 我就给那些哈 就是喜欢看的 就看 不喜欢看的是吧 当然 怎么说呢 有人说哈 来了 视频质量有待提高 我的生活就是这么平淡 不像人家轰轰烈烈 是吧 就是很普通 还有人说 我也不会炫富 我也不会说教 是不是 我也不 是不是 你说 是吧 咱也没有打背墅 是不是 咱也没有打猴宅 啊 咱也 你说我穿衣 我也很随便 吃饭我也很随便 啊 我就是真实的是什么样 在视频里就展现了什么样 那有人也说我吹吹吹 吹叉 就这个哈 我说不出口哈 说一天到晚吹叉 我吹叉 叉了我 我都住在平房间 我都快成捡破烂的了 有这样吹的吗 有这样炫的吗 我也不明白啊 就是 怎么想呢 你真的 我就不明白 我这 还说什么 北京人的优越感 我也没说什么 什么北京人优越感呀 哪啊 哪表现出优越感 你看我这天天的 就这衣服 多少年 二十多年了 是不是 买点随便我一穿 是吧 我也没说 怎么怎么跟你们讲 这衣服 怎么好看 怎么值钱 又怎么时尚 从来没讲过这些东西 我上哪吹去 我就不明白 我都有时候 搞不懂 这些评论 怎么就看我不顺眼 可能也是因为 我以前拉黑过人 我这人就是 从小吧 在赞美当中长大 听多了 好听的 所以有的时候 一看不好的评论 去他 我就给他拉黑 过了天 我再给他放出来 所以就可能 就给他得罪了 谁愿意天天听 尤其吧 他今天说完了 他明天还说 他后还说 那你说你老 我就说事不过三 三次你老 这样没了 评论器带节奏 我就直接给你 我就处理你 不让你再发声了 是吧 他讨厌 可是他就天天看你视频 他天天追着你 所以我就得罪了一批人 得罪一批人 然后这些人 就带节奏 那怎么办 你粉丝越来越多 可不是 你播放量高 他也有气呗 现在 其实播放量高 现在也没有钱了 是吧 可能就觉得 你挣了多少钱 现在钱也不好挣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你这啪啪 随便聊聊天 是吧 家常里盹的 是吧 人觉得好像 又没有什么高深的 是吧 咱也不是学医的 也不会说是 一些什么医疗上的 咱也没有一剂之长 是不是 就是天天 这点产品油盐 一地鸡毛 这些破事 说实话 我也不愿意说 这些破事 可是他有人愿意听呢 对吧 平台推呀 我也没办法 你也不能怪我呀 是不是 所以你老骂我 你说还不许我怼 有人说了 你一说他就怼你 你人说你试试 你也得怼 不过我这毛病是不好 这我还强压着呢 我这没怼 那我要怼起来 是不是 你怼人谁不会呀 我不干的事 就是我上上品须须须 说上去 我从来不干的事 我觉得 是吧 没意思 你不做自媒体 你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都不容易 你都得为别人着想 是不是 是说实话 还好是平台发钱 这要是您个人发钱 我天 那还不得给气死了 说实话 怎么说呢 无所谓 说什么说什么呢 是不是 你总要付出代价 谁让你挣钱了呢 谁让你 是吧 人看你流量 有流量 生气一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的人搞不懂 行吧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洗洗睡了 快过节了 还挺忙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